今世做香港人,死了我都要做香港鬼 帶你暈香港十九區,尋找香港鬼故事 仙人卡,港人講鬼,仙人的話 人仙人卡,港人嘴唇 仙人卡,港人嘴唇 各位觀眾,我現在帶大家來的地方 我身後面,大家看到一間很荒廢的房子嗎 我現在這個地方,如果你在大埔公路向九龍的方向 你會看到路口的瞭望你 一瞭望你進來之後,你會看到一個路口 你慢慢走進來,就會看到這間屋 這裏就是一個自然保護區 有一個觀眾為何會來這裏呢 就告訴我,有一次他們走這條路 他們喜歡黃昏走路,然後走到入黑 他們來的時候已經入黑,差不多八、九點 你知道他們帶著頭頂的燈,他們不怕 晚上走路,一路走進去 這條路呢,我走進來的時候,有很多樹葉 兩邊樹林的,這條路都爛了 但他告訴我,他進來的時候,這條路是很漂亮的 即是走一車的 我相信以前這條路應該是可以這樣的 因為不可能這裡會有一間屋 沿途走進來,一路走,一路走 一路走,經過路邊,就看到那邊有一間屋 咦,有兩間屋很漂亮的,又好像西式的味道 他們就很奇地站在那邊看 其中一個門口,就有一個人走出去很奇地看著他們 就跟他們揮一揮手 他們也都有,他們其中一個人呢 他們是一群人的,其中一個呢 就都有跟他們揮手 揮完之後呢,他就沿著屋邊這條路,一直向前走 那一路走不久呢,他們覺得沒什麼地方走 原來周圍的樹林和夜媽媽都沒有東西看 那我就回頭了 當他們回頭再看到那間屋的時候,覺得奇怪 他剛才看到那間屋就是西式 即是很光亮,很漂亮 但回頭已經是看到我後面那間屋這樣了 那他們就覺得奇怪 喂,怎麼搞錯啊 剛才我們大家都看到那間屋不是這樣 是很漂亮的,還有人出來跟他們揮手 跟著他們呢,再看清楚一點 哇,整間房屋,荒廢屋 他們立刻心之不妙,驚起上來 就沿途跑出去 一直跑出去,那個遼望里外面 去到路口,喘了氣 趕快就出大埔公路 然後搭車回到九龍 回到九龍之後呢 跟他們揮手 他們不是其中有一個人 跟那個屋裡有一個人揮手 那個呢,足足病了整個月 後來,他媽媽問他們 為什麼他們會經常發燒 又不退燒,發燒又不退燒 那媽媽覺得奇怪 喂,這是什麼病來的 然後問他呢 他才肯說他們有一晚 行山就來到這裡 就有一個人跟他揮手 他媽媽趕快就跟他帶他去的廟 找那些雙熟的廟足才幫他處理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喜歡行山 或者走過這條遼望里 有沒有見過這間屋 如果你日頭來 其實都不 其實你日頭見到那間屋 都很荒廢,很恐怖 如果你晚上來 的氣氛 大家都看到 在我後面 我勸大家 即是我拍就好了 你們就不要來 現在我呢 Charles就給了很多資料 我就會拍一系列的荒廢的屋 有靈異故事 我一定會去拍的 其實告訴大家 現在 夜晚點幾鐘了 你說在這些地方拍是否很有氣氛 下次我會和大家 介紹另一間廢屋 這間屋其實很陰暗 打燈打到光了 按不下 本來這些是我的系列 不過已經是 沒有了 本來是剩一系列的 算了 沒有了 講回我們 你的經歷 什麼日本過案 日本就講過了 日本我真的不太遇見過 嘩 最多都是去到富士山 山腳 即臨上山那一晚住的酒店 就比較怪異些 因為 因為那時候我大那個年代 他住的酒店 全部都是一些 榻榻米 有些是有溫泉的 男女分開 是 我就沒有什麼興趣 是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是 我就不會和別人一起去浸溫住 我自己在 你是不是很自豪 跟在一起 我沒有 即是那時候年輕 有可能年輕 還未發育完整 免得和別人 真言鬥禮 你明白嗎 沒錯 那些通常都是 嘩 肉還肉 高還高 全部都走下去 我不行 我接受不了 某個車輪的 但我住過那間酒店 沒有什麼特別 只不過是會有聲 有聲 有聲 不知為何你睡覺 你睡著 你睡著 你一邊睡著 你會聽到 下方 即是你睡覺 下方 是有爪聲 是有爪聲 有些爪聲 即是畫你的 那些爪聲 是 那些更差 聽到聲 爪 自己當沒什麼 就睡了 日本拍戲有很多鬼片 但我去過幾次 其實日本的房間 在房門口 如果你看到一堆鹽 聽不聽話 日本人會用鹽來辟邪 那時候我們不是這樣計算的 所有酒店 不管是馬來西亞也好 日本也好 哪裏也好 如果那間酒店 真的 你進去打開一本聖經 那本聖經是打開 櫃桶 有本聖經 打開 那間房間換去 十間 如果有十間 十間 都中 十間 總之它本聖經 一打開 即不是傳說 是真的 是真的 很真的 是 因為正常不會打開 一定是 那些日本人 計家屋的大小 很過分 他們計多少張 塔塔米 是啊 譬如那張塔塔米 是四六尺 有多少張 塔塔米有多大 他們計多少張塔塔米 不是計劇數 為什麼我會知道 現在我女兒在日本讀品大學 她住那裏就是了 她的地方可以擺到 她跟別人分享一個房間 即是一個房間 我想六張塔塔米 六張都不算小 六張塔塔米 連同廳 連同每人一個房間 平均一個房間 兩個塔塔米 分析兩個塔塔米 外面的廳就是兩個塔塔米 都不算太小 都很貴 澳洲過 全球都撞了鬼 沒可能的 那又不行 誰說得對 那間屋 你經常看到我們拍得很光 走進去那裏 過重林 我們拍的那段路是好拍的 因為我怕走那段路 走那一段路就怕摔倒了 其實我有幾次都想問你 你們進去那些地方 你真的完全感覺不到有東西 感覺到 那我就走了 因為你給我 打死我都不會 老表正如走上上高拍 你就看到有拍外媒的 我看過你上次一集去沙嶺那裏 其實我看完之後 我都覺得你們很聰明 什麼沙嶺 我只看到黑路表青了 找回那一條聲 我忘記了他在哪裏住 澳洲 他說他看到片裏 那裏面有七八個靈體 在我們進了一個頂上 在頂上看著我們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年神角 他說看到一個墳頭 就有兩個人坐在那裏 是兩個人 是的 有兩個人 在一個墳頭坐在那裏 他直接在看片裏看見到的 他立刻PM告訴我 但是為什麼你不播出來 我看不到 他在片裏看見到 即是他是觀眾來的 是的 他是觀眾來的 他在片裏看見到 但不是每個人都看到 是嗎 是的 他每次都看到 他問他 下次找他上來很穩陣 是的 我試過有一次有條路 不知道我們走進去 是我越走越不敢走 那條路沒有東西過 但我不敢走進去 如果你這樣說 那條路難走 我講過 都屬於靈異故事 我現在 我做過一行 某間殯儀館 某間大殯儀館 在新界區 我們話說 我們說 殯儀館 進去殯儀館 進去殯儀館 再進去殯儀館 然後進去殯儀館 然後進去殯儀館 其實殯儀館 其實殯儀館 外面是有殯儀館 有殯儀館 我們在裏面 因為裏面 其實是一條冷行 外面會放一些絲床 垃圾桶 真的方便我們在酒棧做事 我們叫木人行 維體領館回來 其實基本上都是在那條走廊化妝 換衣服 話說 那間殯儀館 以前有些伙計 打倒 其實它不是很長的 那間殯儀館 我當它是 因為它是圓形的 那間木人行就是在中間 一二三房 四五六房 中間就是那個木人行 那些門便互通 那你說那個木人行有多長呢 我想大約是 你說時間 我想你兩分鐘走完 不用 慢慢走也是兩分鐘 不用 分多鐘 不用 慢慢走 四十秒左右 是一條直路 話說 有些伙計在那裡打倒 關了燈 只是在那條路上走 從這道門走到那道門 這樣走 我聽過說 他們走了三個小時都哭不出來 就是那些人在那裡默默等他 走了三個小時 但是那個人過不出 他知道自己走三個小時 不知道 但是他出來是臉青的 發生什麼事他不肯說 死也不肯說 死也不肯說 因為其實那個位置 那條路是什麼都有 有私床 有垃圾桶 有私布 什麼叫私布 因為很多時候在醫院領了一個圍體回來 包住那些 有塊布包住 那些布就 捲起來就丟在那裡 丟在那裡 丟在地上 什麼都好 讓那些伙計去清理 我那時候 我自己有拿了個勢 有什麼事就不會在那個木人行下跌下 跌下來死了 因為很骯髒 嗯 很重 其實那裡不知道 又恐 哇 走幾個小時 四十個小時 四十秒的路程變成三個小時 是啊 但是那些人多大 不會進去就找他 這麼久不走出來 當然 因為說關了燈 你只是走出來 從這道門走到最後那道門 他不怕撞到東西嗎 通地也是東西的 清了牆 清好了給你 說他們打倒 說他敢不敢走 後來他真的走 但是走出來 自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就很害怕 面青 後來還病了 沒有做了 自從那次輸到之後 就不敢做 是啊 哇 因為其實我們在那個木人行 我們什麼都做 什麼都做 有時吹水 講鹹話 講是非 全部都在那裡行 有時 人家大事大事 我們要開工的話 我曾經試過在那裡 吃 弗跳牆 很骯髒 我們敬業樂業 因為 敬業熬業 對 敬業熬業 要講正音 不知道在那裡搬了個邊爐煲 在一張私床鋪快 那些垃圾膠 那些桌布就來了 就是沒有關燈 沒有關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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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節 做冬 我記得那天 最差我們不能進去繞個圈 是嗎 緣分 有緣分的話 有機會的 不過 我怕一個走六個小時 所以我從來不會 如果我推開門 打算走進去休息 我會先看看有沒有人 我明白 如果有人的話 我就會 都有人好陪下 進去休息 沒有人的 老大走出來 我們那次走去那條路拍 那條片沒有出門的 越走的背部就越寒 越走的背部就越寒 好像有一種東西 告訴你 好了不要再走 然後我就站定定 跟誰聊完就拍 如果日乾日白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做事 那領遺體會一早 去到銀行 通常最旺 最多人和遺體的時間 就是兩點多鐘 下午 下午兩點多鐘 很熱鬧的 人又動 那些也動 他也動 他也動 動的 動的 有反應的 真是越來越想去 講完份 好 看看什麼時候 一起去走 因為我們 一起走 我不走 我送你 因為我們 我們見到奇怪的事情 我們真的撞很多 有時候 你會聽到 呃 即是那條魚 是呀 最後那口氣 那時候才斷 斷了才送進去嗎 有的 有 很臭 嘩 我聽過斷氣 嘩 這樣 突然就不像打聲 嘩 那聲就很斷 他不是放屁的 他真的有 他的口 放出來 有可能 你剛剛 你移到他的位 剛剛 剛剛去到那個 區域 或者 撞一撞 他便 連最後那一口氣 撞出來 嘩 那些會不會吸一吸 舒筋活樂 不會吧 我是有潔癖的 我是有潔癖的 我每次開完工 我的衣服 就必定洗 我下肩也下兩轉 我開洗衣機開兩轉 因為我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我自己經常認住 我有股脫 真的很棒 哈哈 好 這一段是講到這麼多 我們講求回來再講 OK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